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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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现在已经打了一个多小时了 不能说是惨不忍睹 但可以说是非常的差 一个小时只做了大概5个QSO 然后主要是在15米21MHz的频段上 这个频段上现在的干扰非常的大 首先说是整个频段上面 会有那种来回来去扫的这种一个频率 一个载波 其次在很多很多的频点上 都会有那种类似于旋风的声音 或者说是类似于直接是噪音 或者直接就是一个载波在那里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很少在15米上 自从我接触由于无线电开始 头一年可能稍微的接触了一下15米之后的几年 因为整体的传播下降 在CW和SSB基本上没有碰过15米 FT8有的时候出来下台 稍微的有几个台稍微收一下 但是FT8对于整个频段的了解 其实特别的少 今年的下半年开始 传播好起来了 15米开的时间长了 开的地方也比较多 所以慢慢的比赛开始用15米 在白天的时候用15米可以做主要的工作频段 还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周围的环境有干扰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 现在可能就是因为环境里面干扰非常的多 所以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反正一个小时做了5个我是非常的不满意的 不过等一下再试一下 看看15米或者20米 如果要是开了的话可以争取多做几个台 大家看这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PAC12的这样的一个垂直天线 垂直天线 地下有地网铺在地下 这个天线它的优点就在于首先是轻 然后其次是鞋带比较简单 装在一个小包里面 直接就带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方便架设 然后它在接收上面非常好 像刚才15米上干扰那么多 我可以听到很多欧洲的比赛台在主教 但是相对于接收来讲 它的发射就不是那么的好了 我的发射现在很成问题 我发射很成问题 现在有几个原因 一个可能是周围的环境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根天线因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阵子是垂直的 地网是平铺在地上的 它们成一个90度的夹角 这样90度 那么我的发射角可能就非常的高 像这样我的发射角非常高 发射角高就说明下来之后 它的经过天波反射之后 所覆盖的区域会比较低 如果我们的发射阳角比较低 那么经过天波一次反射 就可以到更远的地方 通常我们做DX都会喜欢发射角比较低 像发射角比较高 我们做NVIS做区域内的通联 是非常合适的 比如像我们要是想通印尼 通马来西亚用这个天线 非常的合适 但是要是想通欧洲 可能就差一些意思 我可能以后如果说我 可以携带的东西更多 允许的话 我就改用水平的偶级天线 现在的话这个天线确实它在发射上很差 好处就是它接收非常的好 不管是CW SSB还是FT8 它都能够接收的非常好 如果我们能看到有欧洲的信号报告过来 那么我的电台肯定可以接收得到 这是优点 那么缺点相对于来说这个发射 我希望在以后可以做一些改进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稍微再多做一点QSO尝试一下 然后过一会儿 差不多到时间了 我就准备先撤回家 之后再看一下今天的后面和明天 要怎么安排 刚刚录完刚才那段话 刚刚录完本来想多听一听 看看有什么别的电台 或者干脆听听干扰什么的 然后现在抬头一看 感觉天宫不作美 现在感觉要下雨 附近的地区 我看天据报已经开始下了 所以我这边现在就抓紧时间 今天先玩这么多 然后等一会儿先回家 看一下下午雨什么时候停 晚上再做一个安排 大家晚上好 那么现在我录这个视频 已经是比赛的第二天的晚上了 昨天晚上没有录 今天晚上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录一下视频 说一下这两天怎么回事 昨天白天出去架台 一个小时打了只有5个QSO 很不理想 后来下雨了才回来 然后到了晚上 晚上在屋里面 用相当于鱼杆 这样的天线 发现晚上的20米和40米 传播都还不错 而且QSO的频率还是很密集的 昨天一晚上大概做了十几个 我手上这个是我的日志 记录日志的一个本 昨天晚上做了十几个 大多数都在20米 都在20米 然后今天晚上又做了几个 时间比较短 今天晚上就做了几个20米 然后还有一些在40米上也做了 那么整个这个比赛就差不多了吧 也算是打一个酱油 以后呢还会等这个时间啊 稍微的充裕一些 然后精力也充裕一些 再多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视频 多多的架台 然后呢 比赛呢 以后如果有条件 可以参加一些长时间 或者说是参加一些就是硬件设施 还有人员配置都比较完善的这样的大比赛 然后做视频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然后让这些想好好打比赛的这个朋友们了解一下 一个正式的比赛要怎么样去准备和去实施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也祝各位参加过 或者正在参加CQWW比赛的朋友们取得好成绩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 7月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